华为5G折叠屏Mate 10现场实测 轻松标注3.2G 2月24日晚 华为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5G折叠屏手机Mate 10 不但在折叠屏设计上 独具匠金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超高速度5G 同时还带来了世界最快的5G路由 Mate 10和5G CPE Pro都内置了华为自主的麒麟980处理器 8楼5500 5G基带 均为7纳米工艺制程 后者也是世界第一个7纳米的2G 3G 4G 5G多模基带 世界首例NSA非独立组网 SA独立组网基带 按照华为给出的指标 该基带在6G赫兹以下的频段上下载和上传速度世界最快 毫米波段下载上传速度世界最快 以及下载速度世界最快 华为称 在现有的网络条件下实测 8楼5000的设备已经可以跑出3.2Gb的高速 相比于4G网络快了21倍 在巴塞罗那 华为用Made 10让大家体验到了巴龙5000的超高速度的5G表现 实现了风值下载速度3.23G 平均有3.17G 换算下来 相当于400Mbps 下载一部1G电影还用不了3秒钟 根据现场给出的资料 本次测试跑的是CB频段和200GHz频段 TDD下载上传速度4比1 采用了RT42双发四手贴线组合 1.27G